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第37章 在这一章我们看见月色 在创世纪里面 最后的一个主要的主角登场 月色可以说是在圣经里头 特别在创世纪当中 我觉得是唯一一个没有缺点的人 至少在 记载当中 他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缺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是上帝与他同在的一个的人 月色我们可以怎样看他呢 在第37章给我们看见 他是一个 看起来是很开朗的一个的少年人 他前面17岁因为 经文在第2节就谈到他 17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前面17年 可能都过着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的童年的生活 少年的生活 在17岁的时候 圣经说他就跟他的 哥哥们一起来去 牧羊 因为雅各的孩子 是做牧羊的工作 那月色也跟他的哥哥一起的牧羊 在第2节那边 说到 他 常常就把他们的恶行 报给父亲听 这是不是一个缺点呢 这是不是说月色是一个打小报告的人呢 我觉得我们倒不需要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去看月色 因为 从月色后来的发展 我们看见 他 在管理事情 不管是在波迪法的家里面做主管 在监牢里面 或者将来 成为宰相 他 都不是那一个 打小报告的人 从来在经文当中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 经文这样子记载说 他把 兄弟的恶行 告诉 给父亲 我想 那个角度应该是 他 他大概是被他的父亲要求 成为在兄弟里面 一个可以观察 各个 他们的 行为的一个的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觉得月色 或许是一个很尽责的人 月色是一个正直的人 月色是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 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同我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 或者一个人的性格 在圣经里头 他应该是一致 一般上都会一致的 来去描述 这也很符合 我们一般的经验 月色在后期是如此的被人 弃重 当然有神的同在 但是他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被人弃重 都被人看重 都被人这一个信任 我们觉得这个生活的生命的特质 本来就在月色的生命里头 在他17岁的时候 他已经被爸爸信任 爸爸不太信任前面那 几个的哥哥 他的孩子 比较年长的孩子 为什么 前面的经文给我们看到 这一个的 女变 竟然 跟他的妾 有软 我们看到还有 西面 立位 是如此的暴躁 对吗 杀完这个事件 城里面的 那些的人 这段经文第37章 我们看到他们的兄弟 各怀鬼胎 甚至要去谋害 月色 月色的哥哥们 的确是不被信任的 他们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缺陷 雅各也不信任他们 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月色是那一个 我个人的解读就是 他是那一个被授权 要去 monitor 好像班长这样 去看看 然后如果哥哥他们有什么 形差 大错 做不对的事情 就要报告给爸爸听 或许爸爸能够采取一些的主动 所以我觉得月色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就是一个被人信任的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也是一个尽责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做了梦 在这段经文里头 有人形容月色是一个dreamer 是一个做梦的人 他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就是 在田里面 捆这个 庄家 那么兄弟的庄家都围着他所捆的那捆来下拜 另外一个梦 就是太阳月亮 还有11个星星都向着他来下拜 这两个梦在 兄弟的耳中听起来就非常不适味道 他们觉得说这个人 已经被爸爸 来去 常常在 在爸爸面前 报告我们的恶行 还要现在还要我们向他下拜 这听起来不是味道 更似的是什么呢 就是 雅各本身 也 责备他 在第10节那边 雅各也责备他 当雅各责备月色的时候 我就想起 雅各其实也是一个做梦的人 他在伯特利 不是梦见那个天梯吗 雅各应该 要比月色更敏感 他曾经是做梦的人 他曾经跟上帝的死者摔跤 其实雅各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 错过了 一个指引月色 走在 走在 寻求上帝的心意的这个事情当中 经文其实有说到第11节 当各个们都妒忌他的时候 他父亲却把这事存在心里 但为什么只存在心里呢 为什么在先责备然后才存在心里呢 我觉得 我可能觉得说雅各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其实 可以做得更好 月色是一个做梦的人 我们知道 后面我们知道 这个的梦不是他自己想象的 是上帝 预先 把一些的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启示给他知道 月色也有一件的彩衣 有一些的 这个儿童版的圣经 就说他是一个穿彩衣的人 他这件彩衣 到最后 也导致 他被兄弟 来去出卖 把他卖到 埃及去 这件的彩衣 是 雅各 特别为他缝制的 雅各特别爱他 这也让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反思 雅各本身就是活在一个 父母 偏爱 不同的孩子的一个的家庭 爸爸以撒 偏爱以撒 妈妈立百家 偏爱雅各 以至这两兄弟在彼此的竞争 吃了很多的苦 过了很多不好 不好过的日子 但是 来到现在 面对所生下的孩子 雅各 也 产生这种的偏爱 一方面可能是月色的性格本身 正如他在我们所说的 我们几乎找不到缺点 他是一个不自得信任的人 尽责的人 他的性格 他的品格 让爸爸特别的爱他 这有可能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为什么 雅各 爱 月色 是因为 拉结的缘故 拉结 剩下月色 然后 过后 临死之前 生下 变雅敏 大家还记得这个经文 后面的 在创世纪后面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雅各也偏爱变雅敏 但月色 他以为月色死了过后 雅各就把 那个 的脚点 就放在变雅敏的身上 雅各 没有从他父母 怎么样 这一个因为偏爱 带来家庭的破碎 学到功课 这是非常可惜的 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家里面 家庭当中 那其实 很肯定没有一个人会得到所有的人喜爱 但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是从来没有人喜爱的 那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更要 成为基督徒 我们更要在神的面前 紧紧的抓住 上帝对我们的爱 是超过 其他的 人怎么样 看我们 他是 上帝对我们的爱 那是我们要去 抓住的 因此 弟兄姐妹 雅各对月色的偏爱 到最后导致 兄弟 妒忌这个孩子 也是为这个家庭带来破坏的 那个的伏笔 在第37章很快 我们看到 约瑟 被他的兄弟 卖到埃及去 但是整件事情 我们看到是人的作为 兄弟的妒忌 兄弟的出卖 但是 从后面来看 从事情的结尾回头看的时候 我们看见其实上帝 一直与约瑟同在 上帝 保护他 对吗 看到兄弟本来要杀他 但是 这一个旅便 为他求情 到最后因为有这个米店的商人经过 他们把 约瑟就卖给他们 带到埃及去 上帝的手 其实在整件事情当中引导 从后面的经文 我们看见 约瑟怎么样对他的兄弟说 当初你们想要害我 但是上帝 却把我比你们 更先带来埃及 到最后拯救了 这一个以色列全家 弟兄弟姐妹 你还记得上帝怎么样对亚伯拉罕 立约吗 上帝要 祝福亚伯拉罕 也要让亚伯拉罕 祝福其他的人 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看见上帝保护 越色 然后使用越色 保护 以色列 全家 我们向神感谢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看见 你是掌管一切的神 主看到越色的生命 是如此的令人敬佩 愿你继续透过我们接下来又阅读 接下来的灵修 我们从他的身上 看见你的作为 也看见你要怎么样的引领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